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金融民工吉胖子 最近有一个事儿大家肯定都很关注 什么呢 我们的老股神巴菲特先生又开股东大会了 话说巴菲特先生和他的好兄弟查理芒格先生 两个人一个87一个94 所以每一次的股东大会对于我们来说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大家都非常关注了 都去了 在这儿呢 吉胖子也总结了一下这次大会整个的内容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啊 先看一下这个数字 我们在这儿呢 要想说三个数字 第一个就是五万名 这一次从全球各地赶过去的 其中当然也有吉胖子的朋友哈 五万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去看 第二个数字呢 就是大家提的问题了 全球各地的投资者在现场向巴佬提了58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其实是一个总结了 大家想这么牛的巴菲特先生 他其实每年赚多少钱 你们知道吗 只有20% 我为什么说只有啊 因为现在动不动都觉得一年赚几倍几十倍等等很正常是吧 其实呢 巴菲特先生他一年就是稳定的保持在20%左右这样一个数字 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对不对 负利的力量 既然是中国人嘛 我们都看一看跟中国有关的 首先 巴菲特先生非常看好中国哦 他自己说 他说 哎呀 中国虽然说现在有一些市场我们不懂 但是呢 长期来看一个新兴的大国 它是能跑赢美股的 嗯 很有信心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贸易战了 在这一点上 巴菲特先生是比较理智的 他虽然是一个很标准的美国白人哈 嗯 但是呢 他比较理智 他说 中美两国现在世界最大经济体 同时呢 中美两国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两个国家 相信聪明的人不会一起办蠢事 所以巴菲特先生的思路是 这个事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那么第三个 刚才吉胖姐提了 巴菲特先生他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美国人 大家知道哈 这个很多的这个美国的白人 他有一种什么呢 叫做山巅之城 有一种救世主的情节 所以巴菲特先生在恭维了我们中国之后 回到自己的领域 他说 他非常非常 并且绝对的看好美国的政治制度 美国的金融体制